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Boss杂谈,经济有料劳家长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公布的5月份外汇储备数据 看看这数据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官方数据是这么说的 截至2024年5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320亿美元 较4月末上升了312亿美元 升幅为0.98% 官方的说法是美元指数下跌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带动了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并且强调我国经济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回升向好 乍一看这数据好像还不错 外汇储备规模只跌回升了吗 但老铁们咱们分析问题 不能只看表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Boss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巴一巴 这0.98%的增长背后究竟是稳中向好 还是暗流涌动 别急听Boss我慢慢到来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增长的含金量 到底有多少 官方把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 归结于美元指数下跌和全球资产价格上涨 但是老铁们别忘了从去年开始 全球可是进入了高利率时代 美联储疯狂加息美元可是涨了不少 咱们的外汇储备可是实打实地缩水了不少 今年以来美元指数确实有所回落 但这点跌幅能把之前缩水的部分都补回来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全球资产价格上涨 受益的也是那些持有大量海外资产的国家和个人 跟咱们老百姓有啥关系 咱们手里的可是内部流通货币 出不去也涨不了价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肉 自己喝汤都轮不上 其次咱们再来看看这数据背后隐藏着哪些不能说的秘密 官方一直强调我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回声向好 但是老铁们你们真的感受到了吗 看看咱们的出口 今年以来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外需持续疲软 老铁们你们想想现在还有多少工厂在接不到订单 被迫停工放假 多少外贸企业在苦苦挣扎 甚至面临倒闭 再看看咱们的消费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老百姓都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 哪还有钱消费 更何况现在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大家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焦虑 更加不敢消费了 最后看看咱们的投资 民间投资信心不足 企业家们都在观望 不敢轻易出手 官方虽然一直在稳预期 拼经济 但效果甚微 老铁们你们自己说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储备增长 真的是因为经济回升向好吗 我看未必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 官方为了稳住汇率 动用了不少家底 从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中 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际形势方面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放缓地缘政治冲突 导致供应链紧张 能源及大宗生品价格高起不下 通胀率居高不下 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的出口企业 带来了沉重压力 外需遭受重创 此外 美联储近期连续多次加息 美元指数大幅左强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冲击 外汇储备不断下滑 意味着人民币贬持压力加大 未来可能面临资本外流 通胀飙升等一系列风险 国内形势同样严峻 工业领域高库存订单减少融资 困难让众多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 房地产遭遇金融寒冬 资金链紧绷 库存高起 给上下游产业带来巨大冲击 失业率攀升 年轻人就业压力激增 家庭可支配收入 大幅缩水 拖累了消费市场的需求 虽然官方多次放出稳增长 利好政策组合权 但由于内外交困因素影响 难以很快见到显著效果 即便有所改善 也很难重现疫情前的高增长 相比之下 外汇储备规模危涨 也许更多是一种脱底操作 而非经济内生动能的体现 无庸置疑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艰难转型期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我们长期高度依赖外部需求 和低成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种发展模式正在预阻 要摆脱当前困境 必须把发展动力从外部需求和投资驱动 转向以消费拉动科技创新驱动 同时加快产业机构调整走绿色智能高端制造之路 这一转型之路艰难曲折 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但期内整体经济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老百姓生活质量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 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 长期来看 这一转型是走向高质量发展必有之路 只有顺应时代潮流 才能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宏观经济大环境如此 则外汇储备变化中折射的 就是国家经济运行的真实写照 从2024年5月外汇储备数据来看 显示出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进出口贸易欲阻外需大幅减弱 由于全球经济低迷 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不振 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订单锐减 产品库存俱增 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受冲击尤为严重 很多企业被迫裁员或停产 外汇收入大幅下降 因此出口贸易在为外汇储备 做出应有贡献方面遇到了阻碍 第二旅游业疲软 无法为外汇储备贡献力量 曾几何时出进游是中国人最大的消费热点 也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疫情持续以及人民币贬值压力 让境外游价格水涨船高 大幅压低了国人的出游热情 国内旅游市场虽有所恢复 但消费水平仍较低迷 旅游外汇收入大幅减少 对外汇储备贡献乏力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放缓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 长期以来一直是外资的热土 但近年来中美贸易战供应链调整 人工成本上升 环保压力加大等因素 都让外资对在华投资的热情大降温 2024年前五个月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下降15.6% 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外汇储备的补给来源 第四海外投资收益有限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企业加大了海外投资力度 目前海外资产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 但海外投资回报率普遍不高 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时有发生 难以为外汇储备带来可观收益 第五资本外流压力加大 在人民币贬值预期 强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背景下 很多企业和富裕家庭 开始谨慎资金外流为未来做打算 尽管政府一再打压投机 做空人民币的行为 但仍难以完全遏制合法途径的资金外流 这无疑加大了外汇储备的流失压力 综合这些因素 五月外汇储备的小幅增长 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 而非经济内生动能的体现 官方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 不得不动用家底 对冲部分贬值压力 这种以消耗外汇储备为代价 来稳定汇率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下半年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国内经济复苏乏力 届时外汇储备将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届时人民币或将迎来一轮新的贬值压力 引发资本外流通胀飙升等一系列衍生风险 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冲击 要避免这种危机发生根本出路 还是在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增强内生发展动能 具体来说 中国经济未来必须把发展重心 从外向型转向内需拉动 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释放内需潜力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培育未来新动能 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逐利解决就业房地产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从而真正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同时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增强制度型开放 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努力吸引高质量外资来华投资 加快做出具步伐 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攻坚的关键时期 虽然短期阵痛在所难免 但只要坚持改革开放 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能够让中国经济 行稳致远 重拾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能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